你見過什麼樣的中國 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遼闊 還是三百萬平方公里的澎湃 是四季輪轉的天地 還是冰與火演奏的樂章 像鳥兒一樣 離開地面 衝上雲霄 結果 超乎你的想像 前往平時無法到達的地方 看見 鑽水高空的奇觀 俯瞰這片朝夕相處的大地 再熟悉的景象 也變了一副模樣 從身邊的世界 到遠方的家園 從自然地理 到人文歷史 五十分鐘的空中雨程 前所未有的極致體驗 從現在開始 和我們一起 天際 遨游 北京市 中國的首都 地處華北平原北部 披臨天津 相鄰河北 北京三面環山 地勢西北高 東南低 我們的旅程從天安門出發 一橫一縱 兩條軸線 在此交匯出北京的中心 首都的中心 也是全國的政治中心 首都北京 第一地標是哪裡 所有人的答案都很一致 天安門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國成立的鄭重宣告 就從這裡震撼發出 從那時起 天安門就代表著 新中國首都的形象 並被射擊入中國的國徽 它位於北京市的中心位置 造型莊重 讓北京這個全中國的政治中心 以宏大氣勢 接受世人矚目 每一次國家的重要慶典 紀念活動 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當人們聚集在這個可容納 近一百萬人的廣場上 一起看向天安門時 每一聲宣告 總會在人們心中反覆回響 事關國家的每一份堅守 歡呼與奇跡 隨著這顆紅色心臟的跳動 傳達至全國的每一個角落 天安門前的廣場 南北長八百八十米 東西寬五百米 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廣場 在天安門廣場正中 駐立著人民英雄紀念碑 它的手腕 讓每一份繁榮與希望 都不會忘記 來時的犧牲與正容 在紀念碑的南側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 毛澤東主席的紀念堂 今天天安門廣場上的建築布局 在一九五八年 就有了成形的規劃 融入了中國傳統的城市設計 廣場東側是象征祖先的中國國家博物館 西側是事關設計的人民大會堂 左左右設的國都規劃原則 原則我們數千年來的文化傳統 以天安門為中心 分別延伸出縱橫這座城市的兩條軸線 南起永定門 北至中古樓的南北中軸線 用大約七點八公里的長度 串連起這座古都的前市 橫貫東西的長安街及其延長線 是北京的另一條軸線 它記錄著新中國一路走來的重要步伐 以天安門為中心 以橫縱兩軸為架構 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 成為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所在地 也是舉辦重大國事和外交活動的場所 長安街有著長至九安的美好寓意 最早它只有不到三公里 新中國成立後 它一直在不斷地加寬和延長 如今長安街機器延長線 全長超過六十公里 建國門和復興門 是它最重要的兩個標記點 從建國到復興 人們賦予這條路最好的寓意 長安街還是北京最寬的街道 最寬處約一百二十米 雙向十六車道 在這樣的大道上一路直行 穿興而過的人們 感受了這座城市的坦大 也因此變得氣宇宣昂 它貫穿北京七個行政區 不僅連接著中心城區 與城市副中心 更是將關乎國家呼吸與命運的 重要職能部門 都緊緊聯繫在一起 無論是政策制定還是經濟規劃 無論是國家安全還是文化宣傳 幾乎所有國家大事 都隨著心臟跳動 從這條動脈輸送到全國 北京的一舉一動 一言一行 對於全中國都有很強的示範效應 北京作為政治中心 遠不止幾十年的時光 而是有很長的歷史 明清兩朝都將北京作為國都 先後二十四位皇帝在這裡施行統治 歷史上的中軸線是為了強調皇帝權利的核心地位 所以這條中軸線也穿過紫禁城裡的龍椅 這種設計是一個大國秩序保持穩定的傳統智慧 今天北京的南二環內 中軸線更加直觀 永定門是中軸線的最南端 也是古時都城的最南端 這些由漢白玉岩線鋪舊的道路 始於永定門 中軸線的北端是掌管時間的中骨樓 陳中木骨 文武百官上朝 百姓勞動和生活都以他的授食報食作為參照 一個政治中心的前世今生 撐起了這座城市的骨骼 以天安門為中心的橫縱兩條軸線 決定了城市的輪廓和大部分道路的走向 首都北京首先是政治的城 從歷史中走來的它帶著新生 古老而現代 因為政治 這座城市的文化也被置入了中華文明的縱深 開啟一趟文化之旅 透過正陽門看古城的格局 到故宮博物院探尋它的前世今生 國家大劇院在夜色中熠熠生輝 去三山五園一讀古都的園林文化 北京建成三千多年來 有近乎三分之一的時間都作為都城存在 如今封建王朝的歷史成了過去 而都的文化流了下來 融進北京的城市空間 文化的北京仍然離不開北京中軸縣 它在古代中國的政治意義 都積電成了厚重的文化價值 沿著中軸縣 處理在天安門廣場南端的 是正陽門 這是明清史北京內城的正南門 像這樣的內城城門一共有九座 內城鞏位的皇城有四個門 所以人們曾經也把北京城叫做四九城 北京宇宴每年春天都會來此安家 正陽門的維護修善工作都會躲開四至七月 那是北京日宴的繁殖期 正陽門的南邊還有一棟建樓 明清史城樓連著城牆 並在兩樓之間圍出瓮城 成為一套古代防禦性建築體系 如今正陽門不再需要肩負防衛的職責 在這裡安放著中國公路零公立點 為中國公路網絡提供了標誌性的起點 由此沿著中州縣繼續往南 就到了古都的外城 1992年 人們沿著北京最外面的城門 建起了完整的二環路 它不僅是中國第一條全封閉 全力交 沒有紅綠燈的城市快速還路 更是把老北京大約六十平方公里的內外城範圍 清晰勾勒出來 整座古都最核心的地方 就是大名鼎鼎的紫禁堂 說到三個很快 謝謝 看看 無論如何 在曾经王朝的绝对中心的位置 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个国家自上而下 对儒家文化中何的推崇 如今的故宫更有亲和力 一只猫一场雪都能引来很多人的关注 传统文化也可以在创意中焕发生机 古都的建筑大到不高 所以今天的城市规划中 人们严格控制故宫周边和重点区域的建筑规模和高度 保持老城平缓开阔的空间形态 本世纪初 国家大剧院开工建设 它选址在古都的核心地带 离故宫的直线距离大约一公里 建成后的它造型前卫 外壳用超精致的钛金属板和透明玻璃共同组成 这个现代建筑的加入 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回应 同时 大剧院区域在此 温润的姿态继续维持着这片空间的平缓开阔 北京 不只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 更有气度 能把现代世界的优秀文化 安放在古都的中周线旁 中周线是最重要的文化线 还因为在它身旁 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济天建筑群 天坛 从空中看 天缘地方的理念 亦北亦南 具象地呈现在两个最重要的建筑上 齐年殿为旗鼓之所 元秋为既天之地 农耕王朝对天地的敬畏 被庄重地安放在这些建筑里 在中国人眼中 没有屋顶才能离天更近 今天 人们只要来到这寄天场所 站到元秋的中心点 是他们不可错过的文化体验 清朝皇帝受游牧文化影响 在久居皇宫的生活之余 总想在宫外寻找自然风景优美之地 北京的大山离古城并不近 主要集中在西北方向 经过一番设计 三山五园成了皇城的后花园 这让北京既有北方的豪放 又具备了江南山水的灵秀 气质上和紫禁城的森岩形成互布 其中 颐和园更是借鉴了杭州西湖的设计 同时广泛仿见中国的山水名胜 营造出江南起运 离一和园不远 另一座同样建于清代的皇家园林 曾经横遭劫难 这些断壁残园 原本参与构筑了一个东方奇迹 1860年 他惨遭英法联军分掠 原明园汇聚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 融合西洋建筑手法 曾被称为万园之园 今天 原明园在人们的心目中 已然不止是一座园林 这份文化 一寸曾经的遭遇 值得全人类 反思与铭记 三山五园 如今大多已经开放为公园 让北京的历史文化 与自然生态永续共生 后来 世界一流的大雪 出现在他们周边 更是彰显了这座城市 在文化上 几股开金的气象 我们向北飞过北六环 在空中遇见长城 它绵延于烟山山脉之间 在北京辖区内的长城 总长超过了五百二十公里 今天人们更常见的是明代长城 他们由砖石累住而成 历史上 长城的修筑 都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 所以长城所在之地 大致成为游牧区域 与农耕区域的分界 这样的划分 从来没有真正把不同的文化 割裂开 长城内外的家园和天地 终究是融为了一片 不同文化 也都汇聚于同一个中国文化 于是不管当初是出于军事需要 还是政治需要 后来都成了文化的遗产 如今中国人的国歌里有长城 中国人的血脉里也有长城 万里长城 与古都北京一起 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图腾 和我们面对世界时的文化名片 开启一趟国际交往之旅 众多体育场馆 见证了北京成为双澳之城 丰富的旅游资源 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游客 在北京 我们广交天下朋友 也欢迎远方的朋友留下来 北京不仅是中国的北京 也是世界的北京 2008年 一句北京欢迎你 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 也让全世界的目光 聚焦在中国北京 这样的两项不止一次 2022年 北京成功举办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成为世界上首个双澳之城 奥运会 已不仅仅是体育的盛会 更是一场国际交流的盛会 一起向未来的口号 也不仅仅陪伴一届冬奥会的始末 更会成为北京 对全世界热情人们的呼唤 让人们看到 一个愈发强大自信的中国 与世界同行向前 悠久厚重的中华文明 是自信的根源 历史留下的痕迹 文明留下的脉搏 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游客 都能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在北京这座城市 无论是闹市深处 还是郊野之外 都值得耐心游玩和细细品味 历史与现在 自然与人文 本土与国际 可以说 中国的方方面面 都浓缩在了北京 两百多个景点当中 也正因如此 北京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 优先选择 除了迎接八方来客 作为首都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北京 也是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核心承载地 燕七湖国际会展中心 已经连续三年 成为北京国际电影节 颁奖仪式的举办地 每年的这周 世界电影都会进入北京时间 叶七湖曾多次举办 中国的重大外交活动 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 到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 在这里 中国为世界各国 搭建了交往的平台 燕七湖 与北京众多的会展场所一道 见证着国际交流的增强 也见证着中国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在全球治理中 不断贡献着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跨国人员流动性 往往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 国际交往能力 2019年 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 4F标记了它的等级 这是世界机场的最高级别 宛如金色凤凰的外观 是它最显眼的标志 阳光顺着屋顶的 八千多块玻璃照射下来 让作为中国新国门的 大兴国际机场 十分敞亮 目前 全球年吞吐量过一人次的机场 只有两座 未来 大兴国际机场 与首都国际机场的 年旅客吞吐量总和 将突破2.5亿人次 共同打造 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助力北京的国际交流事业 开启更广阔的局面 北京拥有一百七十多个 国家的驻华使馆 最多的时候 外籍常住人口超过三十万人 使馆区周边 有着国际化的工作和生活氛围 成为了北京 最富一语风情的地方之一 随着中国朋友圈的不断扩大 驻华使馆 和国际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 外交事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让北京成为具有广泛 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 全球中心城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 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北京商务中心区 拉近了世界企业和中国的距离 完备的基础设施 便捷的交通 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 为吸引和留住人才提供的有力支撑 作为首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和国际交往重要窗口 这里云集了北京市六成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七成的国际金融机构 和九成的国际传媒机构 北京商务中心区 集中体现了北京国际交往活跃度 国际要素集聚度 国际化服务水平 以及城市国际美誉度 开启趟科技创新之旅 到中关村认识创新的排头兵 众多高校正为创新培育人才 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上路接单 路边这些相对低矮的建筑中 藏着诸多代表了全国最高科研水平的中科院研究所 中科院这三个字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科学事业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 从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到量子通信 从自主研制的青霉素到生物育种 很多鼎鼎有名的科研成就 都来自于中科院 提科技创新 没有人会忽略中科院 全国有超过一半的中科院院士都在北京 而在中科院打头阵的顶尖科学家身后 还有整个北京铺开的前沿科创阵地 三城一区 是北京科创阵地的统城 他们仅占北京约6%的土地 却贡献了全市三分之一的GDP 中关村科学城是三城的排头兵 这里是中关村的起源地 从上世纪的电子一条街开始 中关村不断地转型发展 如今它已遍布北京的16个区 更是聚集了众多创新型领军企业 其中仅单体估值超过70亿的企业 就有近70家 这些企业不仅囊括了众多独家科技专利 更是被作为试点地 为20多项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 创新政策提供样本 燕七湖畔 正在建设的淮柔科学城 聚集了一大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和前沿科技交叉研究平台 这个像放大镜一样的科学装置 叫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它能加速电子 产生更高亮度 能量和精度的同步光 能更好地解析微观结构 从飞机发动机到病毒蛋白质 都能在这里进行体检 除了它以外 这里还有很多世界尖端的科学装置 与设施平台 将为来自全球的顶级科学家们 提供最强大的助力 领跑科技创新的三城一区中 中关村负责集聚创新企业 淮柔科学城负责前沿突破 未来科学城负责打造平台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则负责发展高端制造业 让科技走进生活 自动驾驶是人们对于科技走进生活 最近的想象 在自动驾驶示范区里 它已是现实 乘客只需手机下单 车子就会来到身旁 目前技术仍处于测试阶段 所以驾驶位或副驾驶位 还需要有人在场 确保安全 在不久的将来 这里的场景将会走进 北京市民们的生活 密云水库旁 这些看似貌不惊人的观测天线 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 接收来自太空的讯号 航天科技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 北京不仅航天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 更是众多航天研制单位的所在地 许多大名鼎鼎的航天器 都在北京研发制造 飞天揽月 从这里飞向浩瀚星辰 人才是科技创新力的第一资源 北京大学是很多学子的梦想 新学期开学 社团招新 曾登顶珠峰的山音社 正在给新同学演示攀登的技巧 而同样登顶的 还有这所大学的院士数量 截至2021年底 北京大学共有119名两院院士 为居全国高校之首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这句口号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 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文化理念之一 甚至融入到校园生活的通勤方式 眼前学生们正在为下一堂课 抢个好位置争分夺秒 不久的将来 他们中的很多人将史上更快地赛到 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中间力量 北京的近百所高校 每年都能为全国提供20多万毕业生 北京高科技人才保有量 在全国位居前列 在落户配套政策 外籍科技人才绿卡 高端企业总部引进等 更多的政策吸引下 会有更多来自全球的科技人才 加入北京 加入中国的科技创新 与此同时 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正在与上海 粤港澳大湾区等科技中心 相互呼应 展开属于未来的科技创新格局 这一趟旅程 我们从城市的副中心起飞 一个全新的城市功能区 正在浮出水面 前往望京 这里的写字楼 夜间还在灯火通明 一个人工湖 接纳着南来之水 一座城敞开大门 欢迎您 北京的城市规划 既要实现首都功能 还要称为和谐移居城市的示范 于是降低中心城区的密度 成为一个明确的方案 这个规划可不是一个小想法 如何实现 需要大智慧 人们在中心城区的东面 设计了这座城市的副中心 这个举动背后 是北京疏解中心城区的决心 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 总面积约一百五十五平方公里 比东城区和西城区的面积之和 还要大出三分之二 于是 包括北京市政府在内的市级和市署机关 单位集体加入到疏解的行动中来 让出他们原本在中心城区的位置 牵至副中心办公 这样的示范和带动已重大 北京城非手度功能的书解 就这样被逐步排上了日常 几年来 北京捡下来建设用地一百一十平方公里 疏解了一般制造业两千多家 2021年相比于2013年 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下降了9.5% 加上商业、建筑和旅游密度的逐步下降 确保了这座城市首都功能的优先地位 位于运河旁的这座古塔 守望北京超过千年 古时的人们沿津航大运河来到这里 看到燃灯塔上的灯光 就知道北京快到了 如今这座塔也成为了副中心的标志性建筑 在这里见证新的繁华 作为一个全新的城市功能区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和建设 也充分考虑到与自然环境的融合 天、水、树、桥、路 共同构成了这里宜居的感受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布局 还有更厉害的蝴蝶效应 它起到的作用 远不止于155平方公里的范围 906平方公里城区中的老百姓 也都感受到这个规划的推动力量 北京城市副中心所要撬动的格局 其实并不限于北京 选址在于天津、河北紧邻的位置 正是因为人们正在将一个以首都为核心的 世界级城市群全盘拓出 经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 交通一体化走在最前面 便捷的交通让原本就临近的京津季更加暴团 2021年末 京津季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1万公里 京津季一小时交通圈 相邻城市间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 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一起 组成了北京新的两翼 他们拉动着一个超级城市群 逐步前往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引领地位 人们在北京奋斗 也在北京享受着时下最流行的城市生活 这座城市大部分的夜空有灯光点亮 三里屯的夜空有激情点亮 街头潮流 文化时尚 休闲娱乐应有尽有 快乐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在很长时间里 北京最时尚的地方就在这个腿 今天这样的气氛越来越常见 因为北京正在成为一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生活消费不仅在线下 今天很多人都习惯了动动手指就能在家购物 夜里下的通城订单 有时清晨就可以送大 花三分钟时间在云端买菜 花一分钟在深夜点个热乎乎的外卖 人们在互联网生活中获得的便利 来自于诸多互联网机构的努力 北京是互联网公司的主要聚集地之一 你手机里发生的每一次点击和交易流程 都有可能经过这里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引擎 在经济创新驱动的当下 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持续攀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本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座超大城市能够生生不息,顺畅运行 来自于很多普通人的默默付出 5月12点,车流量下降,道路养护工作者上路开工 这一天,私会桥区和复兴路将同时进行道路养护 清理路害,重新铺上李青是今晚的主要任务 北京市近400条道路和1700多座桥梁的养护管理工作 大都在夜间进行 人们还在睡梦之中 这座城市就已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 在北京上空,我们的飞行器遇见了一位同行 这是北京警务飞行队正在执行空中巡视任务 跟随它,我们再次从空中看见这些熟悉的地标 看见这座城市的骨骼和轮廓 曾经,古人用对称的方式 在这里安放下中国的江山设计 如今,一颗跃动的红色心脏 连坠起新时代的发展成果 也将无数梦想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心悍灿烂 这是北京 是中国人的北京 也是世界的北京 暖阳下,这里敞开大门 欢迎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